刚刚登顶地产行业首富的左辉 昨天去世了 真没想到会在昨天 520这样的日子 突然借到了地产新任首富左辉的复告 他年纪轻轻 事业却做得特别大 连恒大 碧桂园 万达都输给了他的贝壳 但结果却令人惋惜 前阵子 2021年的富人榜出炉了 贝壳的左辉 是这个榜单前十里 唯一一个地产行业的 今年的榜单上 前十名的首富里 传统地产商们全都不见了 要知道 去年这个榜单上 传统地产行业的巨头啊 分别是恒大的许家印 碧桂园的杨慧颜 还有万达的王健林 特别是恒大的许家印 去年还在榜单上排名第三 今年却跌出了前20了 现在位列第27 贝壳的左辉 他竟然悄悄地取代了 传统地产的三位大佬 成为了新一任的地产首富 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这主要是贝壳成功IPO后 左辉的身家直接翻了6倍 顺利摘下整个富人榜的第8名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传统地产行业的大佬们 财富疯狂缩水 而作为地产中介的贝壳 链家反而一军突起呢 我们得从左辉创立贝壳说起 左辉创立链家 贝壳挺偶然的 他感觉到在北京买房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信息不对称 于是他就决定 开了一家房产信息平台 想让买房者 有公开透明的购房信息 没想到一开始 就在北京很受欢迎 很快就连续开了更多家店铺 但是贝壳的上市之路 却比较艰难了 整整19年期间也是经历了 好几次行业的大洗牌和挑战 最终在去年完成了上市 左辉一下子身价翻了6倍 现在贝壳目前的市值 已经远超地产龙头企业了 同样是地产行业 为什么贝壳的火爆后面 竟然是传统地产的衰落呢 本质上还是因为 目前的地产行业确实不好做了 在房住不吵的大背景下 限制已经很严格了 三道红线牢牢地限制住了 开发商的发展 拍地竞争激烈 买到的地成本特别高 卖出去又得限价 小的房企越来越难做 开发商真的是越来越难赚钱 只有头部房企才能有盈利 可是这个财富的增速 再也跑不过一些科技公司了 举个例子 在女性富人榜上 碧桂圆的杨慧妍 虽然坐稳了女首富的位置 可是财富增速只有2% 远远低于富人榜 女性富人榜 上榜的其他富豪们的整体增速 这就已经很能说明 现在地产行业的处境了 有人会说 去年房价涨得特别好呀 怎么开发商赚不到钱呢 确实市场虽然是不错 但是传统房企实在是没赚到钱 新盘限价牢牢限制了 他们的利润空间 不信你看看 就这个月的新盘价格 和去年年初比起来 虽然确实涨了一点 但是比起二手房的涨幅 基本上只是零头 因为一些大城市 在新盘开售的时候 都会给出一个备案价 让开发商按照这个价格去卖 这个价格和二手房比起来 还是非常低的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抢新房呢 所以房价上涨的钱都被谁赚了呢 看看富人榜就明白了 在这一波二手房 房价上涨中 以百分比收用金的中介 他们的用金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目前来说 很多人会有个疑问 就是贝壳现在没了左灰 是不是要走下坡路了呢 其实并不是的 贝壳一直以来 被更多的人是维世互联网公司 而不是传统的地产行业 它代表着这个行业的新生势力 也代表着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未来房产交易 肯定是以二手房为主的 比起增量房 也就是新盘 现在存量房 也就是二手房的市场 但高更大 我们未来的市场 还是要逐渐从增量房 转向存量房的 毕竟房子建的越多 地也就越少 不可能永远都有新房建的 总之 未来呢 贝壳虽然失去了左灰 但是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而正如贝壳所说 左灰虽然走了 但他的精神 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的 那就是坚持做男儿正确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